都说自古导演多风流 而提起圈内的风流导演 王晶必定榜上有名 被誉为流氓导演的王晶这一生只有两个爱好 除了钱就是女人 从秋书真到书奇 从观秀妹到秋一浓 无缝衔接 处处留情 大半个娱乐圈的美女都和她关系匪浅 换女人如衣服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她钱不到 王晶的电影江湖令人热血沸腾 她的风流运势同样精彩万分 尤其是她和金女郎之间的幕后往事 对于王晶来说 金钱和女人是她拍电影的动力 那些给过她灵感的妙思女神们 一个比一个漂亮 一个比一个风情万种 王晶上中学的时候 就已经体验过爱情的美妙了 初恋女友是王晶的第一位妙思女神 同时也是她爱情方面的领路人 上中学那会 王晶和隔壁般的一个女孩子看对了眼 情窦初开的两人一见倾心 以迅雷不及掩耳知识火速坠入了爱河 活泼可爱 甜美可人 一头乌黑亮丽的绣发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一贫一笑 都是那么楚楚动人 令王晶魂牵梦绕 两人度过了美好的青葱岁月 王晶也在女友的引领下 从一个男孩成长为了男人 她有不少写作灵感 就是来源于初恋女友 可惜 并非所有的初恋都能修成正果 毕业季是分手季 中学毕业后两人断了联系 初恋也成了王晶心中美好的回忆 上了大学 王晶在父亲的引荐下 在TVB实习当编剧 那个年代的人 普遍都结婚早 父母想让王晶早点安定下来 先成家后立业 彼时的王晶才20多岁 对结婚没什么概念 不过家里有个女人打理一切 自己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 在外面打拼了 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 王晶经亲友介绍 认识了圈外人丁德军 俗话说 要想抓住男人的心 首先得抓住男人的胃口 丁德军外形土通 诞生在温柔贤惠 善解人意 做的一手好菜 非常适合做老婆 每当王晶遇到瓶颈期 或者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丁德军总是安静地 当一个倾听者 陪在王晶身边 鼓励他安慰他 在丁德军无微不至的 关怀和温暖下 王晶的心融化了 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1978年 相恋三年的王晶和丁德军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结为了合法夫妻 婚后 丁德军先后为王晶 生下两个女儿 再加相夫教女 嫁给王晶之后 丁德军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 从来都不会打扰王晶的创作 默默付出和隐忍 只在王晶需要他的时候出现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更重要的一点 哪怕王晶在外面花天酒地 和女星传各种桃色绯闻 丁德军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丁德军不会干涉丈夫的风流事迹 只要他心里有这个家的位置 最后能回家 就够了 因为原配妻子的不离不弃和宽宏大度 所以多年以来 王晶家中红旗不倒 外面采旗飘飘 1988年 打拼多年的王晶已经在导演圈子站稳了脚跟 探索过的女人更是多不胜数 但她还是被邱淑珍的美貌所吸引 一瞥惊鸿 久久不能忘怀 邱淑珍是参加港姐选美出道的 美得不可方物 身材娇好 气质过人 只见了邱淑珍一眼 王晶就沦陷了 随即向邱淑珍抛出了橄榄枝 邀请她出演自己的电影 当时的香港 风月片兴起 王晶嗅到了商机 率先出击 分到了最大的一杯羹 而邱淑珍就像妙思女神一样 给了王晶无限灵感 短短五年时间 邱淑珍就和王晶合作了22部电影 几乎步步都是大女主 在王晶的力捧之下 邱淑珍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性感女神 但是这种性感是有限度的 王晶把邱淑珍捧得很好 同时也把她保护得很好 两人的爱情一度被传为佳话 就连导演尔东生也忍不住在自己的电影里调侃 没人叫你做王家伟 你做王晶行不行 可是你有邱淑珍吗 很长一段时间 邱淑珍在王晶那里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独捧她一人 独宠她一人 然而 九年后 邱淑珍还是那个邱淑珍 王晶却已经不再是那个王晶 1997年 邱淑珍对媒体宣布 结束和王晶的合作关系 同时也结束两人长达九年的感情牵绊 至于两人之间 为何结束 邱淑珍表示是因为王晶做了一件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邱淑珍可以不在乎王晶有老婆 不在乎没有名分 不在乎作效 但她无法忍受自己不是王晶独一无二的女主角 无法忍受王晶捧别的女人 和别的女演员没来演去 暗度陈仓 据说王晶看上了舒淇 有意捧舒淇 于是安排旧爱邱淑珍和新欢舒淇合作电影 结果在那部电影中 一向是大女主的邱淑珍竟然给舒淇作配 而舒淇的待遇是邱淑珍此前享受的待遇 邱淑珍知道自己不再是王晶唯一的妙思女神 也知道王晶身边会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出现 她不能忍受这样的落差 不想分享那份曾经只有她拥有的舒荣 所以选择了离开 继邱淑珍之后 舒淇接过大棒成为了王晶身边新的妙思女神 舒淇年轻的时候 根本没想过什么名声和口碑 为了火为了出名 她可以见走偏锋 付出一切 所以刚出道那会她拍了不少风月电影 两人配合的也算不错 经过王晶的指点和操刀 舒淇出名了 也火了 但与此同时 也被骂了很多难听的话 失去了很多东西 直到那时 舒淇才发现 原来名声对一个女孩子来说 是那么的重要 在后来 她决心要离开王晶 进行转型 把丢掉的衣裳 一件件找回来 邱淑珍和舒淇的离开 并没有对王晶造成多大影响 毕竟旧的不去心的不来 更何况王岛身边从来都不缺女人 其实早前王晶还没和邱淑珍分手的时候 就经常被这邱淑珍偷吃 大美人翁红 就曾被王晶收入迷下 幸运的是 和舒淇一样 翁红见好就收 即使转型成功 并且她遇到了真命天子 但捐嫁人去了 铁打的王晶 流水的精女郎 身边的女人来来去去 只有王晶铁打不动 而关秀妹算是陪在她身边 比较久的一个老面孔了 关秀妹人如其名 秀妹娇媚 桃花韵十分旺盛 王晶会掩食珠 把关秀妹泡到了手 被靠大叔好乘凉 做王晶的女人 资源问题绝对是不用担心的 关秀妹和王晶痴缠了七年 也被王晶捧了七年 不愁没戏拍 两人如交似妻 关系暧昧 是合作伙伴 是知己 也是剧组夫妻 当然了 王晶很少在一棵树上吊死 因为她对美女 向来没什么抵抗力 时常会吃着碗粒的 看着锅粒的 她和关秀妹吃禅不清的同时 也没忘了探索其他精女郎 李立珍和张敏 也是精女郎 曾得到过王晶的青睐 和厉捧 传过不小的桃色绯闻 和王晶关系匪浅的这些女人 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年轻貌美 并且身材较好 看来 王导的审美不仅统一 而且还专一 永远只喜欢年轻漂亮的 永远只喜欢身材过人的 到了后来 港节选美一届不如一届 王晶把目光放到了亚姐上面 看到有合适的亚姐 王晶就会把他们发展成精女郎 让他们出演自己的电影 有段时间 王晶和亚姐出身的陈伟走得特别近 出席什么活动都把陈伟带在身边 不仅如此 他还为陈伟拉来了不少资源 不于一例地捧陈伟 由于王晶和陈伟走得太近 冷落了关秀妹 陪了他七年的关秀妹成为了过去世 彻底失了宠 1999年 林熙磊进入了王晶的视线 得到了王晶的重用 通过王晶的镜头 林熙磊的美经验了很多人 两人堪称相互成就 说不清导演和女演员之间容易被人误会 还是说王晶花名在外 风流事迹太多 像高海宁 胡然 同飞 孟瑶等精女郎 全都和王晶有说不清到不明的暧昧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从千禧年之后 王晶的审美就比以前差了很多 他重用的精女郎 或者说和他传绯闻的女星 虽说亦如既往的年轻 但却越来越偏向于网红脸 2010年 邱逸农以平面模特身份进入杂志圈发展 入圈不久 他就得到了王晶的赏识 出演了不少电视剧和电影 方间传闻 像邱逸农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十八线小演员 之所以能得到王导的青睐 是因为他长相酷似邱书珍 王晶把邱逸农当场了邱书珍的替身 给他起了邱逸农这个艺名 邱逸农应该是近年来最漂亮的一位精女郎了 因为两人走得很近一度被诟病关系不简单 这些年香港电影市场不景气 王晶的电影产量比以前少了很多 尽管年纪渐长 可王晶宝刀未老 绯闻倒是一直没有断过 不是被拍到和这个模特搂搂抱抱 就是被拍到和那个演员亲亲我我 前几年的时候 王晶还被拍到和一个年轻的神秘女子一起约会 两人共同从酒店出来 不由得让人赞叹 王导真是活到老玩到老 活在当下 及时行乐 有记者曾采访王晶 问他对前规则仪式怎么看 对此 王晶表示 圈内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不过我一般不前规则被人 一般都是他们前我 总之 不管谁前谁 王晶是不会吃亏的 记得王晶曾经说过您做真小人 不做伪君子 如今 王晶已经68岁了 时不时还能看到他的一些花边新闻 看来 流氓导演果然名不虚传 他的真小人 要比很多人的伪君子 要真实的多 说到翁红这个名字或许有点陌生 因为作为新一代出生的年轻人们 对于这个女星的名字 可以说是从未听闻过 但是他在上个世纪的香港 却是小有名气的美人 翁红出生在一个高知分子的家庭 父母均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从小成长在一个拥有书香气息的家庭的翁红 按照常人的想法理应努力读书 然后同样的考上一个知名的大学 顺顺利利的毕业深造 找到一份体面而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工作 可是事情却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女星靠拍三集片一托成名 连古天乐都曾对他疯狂追求 如今过得如何 年仅十几岁的翁红因为家庭长久的压抑氛围 正是因为家庭的正统以及父母严格的管教 才使得他变得比常人更加叛逆 十几岁时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的翁红 不愿意走父母安排好的路 选择了离家出走为自己的人生争取 逃离家中到亲戚家居住了大半年 终于换来了父母的妥协 父母妥协后的翁红正是踏上了一条 与他人不同的道路 翁红开始学习舞蹈 并且参加了亚洲小姐的选举 因为娇好的容貌以及前秃后翘的身材 一举夺魁成为了众人仰慕的新星 因为这个契机 翁红顺利地进入了香港的演艺圈 事情发展到这里一切都还显得比较重规重矩 可是翁红迎来人生的转折 也在进入香港演艺圈之后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 可以说是一个美女如云的时代 香港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质的女星 其中包括张曼玉 王祖贤 林青霞 朱音等一批火遍了中外的女星 而翁红虽然出道时运气不错 参演了知名导演的作品 但是翁红靠捧 大火靠命 翁红在一众女星的咽压下逐渐逊色 也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此时的翁红正值年轻 又是与父母经历过几番波折才获得进入演艺圈 机会的他不甘心于就这样被埋没在一众女星之中 而此时因为脱衣拍摄三级片的舒淇 李立珍等人在香港一时声名大造 后续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及作品邀约 翁红看到了前者的成功 于是开始将自己的心思放在了如何通过成为艳星 让自己在一众女星之中脱颖而出 当时的翁红因为在香港娱乐圈的不温不火 生活一度十分的困难 乃至于连基本的温饱生活都成为了问题 不堪再忍受这样生活的翁红决定了走上脱衣成名这条路 而此时的他正好收到了挡不住的风情这部三级电影片的邀约 此时的翁红为了能够成名以及解决生活问题 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该片的拍摄 经纪人的助攻下翁红正式开始走上了脱衣路 而这部电影的上映却没有换来预期的良好效果 挡不住的风情与同期李立真的三级片相撞 而翁红的三级片明显败下了阵来 可是已经走上这条路的翁红似乎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他的三级片一经上映便被父母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 曾经的清纯玉女形象也因此而破灭 属于知识分子的父母思想较为传统 没有办法接受女儿如此这般裸露在大屏幕之上 于是登报与翁红断绝了亲子关系 而这时的翁红已经找不到任何回头之路 此时遇到了导演王晶 王晶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拍摄了古装三级片满清十大酷刑 这部影片虽然并没有名声大噪 但是翁红在其中的演技却受到好评 只是脱衣成名的路在翁红的身上走的并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脱衣 翁红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还与自己的经纪公司发生了矛盾纠纷 翁红决定离开香港娱乐圈换一个地方发展 1997年翁红来到了台湾进行发展 但是由于当初的艳星名透 来到台湾的翁红并没有如日中天 他摆脱不了脱星的名透 前期依然接收了很多三级片的拍摄 而在拍摄三级片为自己解决生活温饱问题的同时 翁红前往日本杜边公司学习和培训音乐相关的知识 翁红的认真与努力帮助了他在音乐道路上闯出了一片天地 随后发布了两首快制人口的日文歌曲 这次日本的培训和发展成为了翁红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 回国后翁红受邀参演了古装神话剧《春光灿烂》 猪八戒也是因为在其中的优异表现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这时翁红的事业开始有了一定的起色 随后他也陆陆续续拍摄了许多受到观众喜爱的电视剧 比如一部《小心爱上你》、《活佛记公第二部》等等 事业上的起起伏伏让翁红逐渐成长 他也终于在人生的不断漂浮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而他的情史与他的事业路一样十分的坎坷 当初因为清纯玉女的形象出道 美丽的容貌和令人垂涎的身材使得他也成为了不少男星喜欢的对象 与古天乐合作期间古天乐便向他发起了强烈的攻势 但是当时的翁红有了男友便拒绝了古天乐的追求 本来已为这件事便就此作罢 可是古天乐却在被拒绝之后打电话痛骂了翁红20分钟 这件事后续被爆出来后也使得古天乐和翁红的事业受到一定的影响 而古天乐方也只是以冷处理的方法来解决这件事 2003年的翁红遇到了美籍华裔吴伟杰 以为遇到真爱的他选择迅速与吴伟杰结婚 但是吴伟杰与翁红之间因为工作差距原因 长期分居两地感情逐渐消磨殆尽 而吴伟杰随后再知道翁红曾经拍摄过许多三集电影后 态度也变得愈发冷漠和无情 这些经历在自己的丈夫心中扎下了腐烂的根 于是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两人也走向了离婚的路 2006年翁红与吴伟杰离婚的事实经过翁红经纪人得到证实 或许很多人认为翁红在一次婚姻的失败后会选择独身一人 但是翁红的一生一直在诠释着勇敢和叛逆 他虽然总是用自己人生的破碎来换取一份认可 但是这份勇敢却是所有人都不具备的 离婚之后的翁红在2006年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刘冠言 2006年翁红在某次活动现场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刘冠言 刘冠言是一名健身教练 身材令人心动为人让人感到舒适大方 两人之间情投意合 刘冠言也毫不在意翁红的过去 于是两人之间陷入了热恋之中 并且迅速地选择了结婚领证 在2007年的1月份选择了步入婚姻的殿堂 翁红和刘冠婷婷后生活甜蜜 相爱相惜 结婚多年仍然恩爱如初 他也逐渐愈合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将父亲接到了身边照顾 如今父亲已经是95岁高龄 还是腰杆挺直 精神绝舍 周周转转多年后 翁红又重新回到了开始的道路 这些年 他一直往北京香港两地跑 发展自己在大陆的事业 孙子大传 活佛纪公二 佐尔 崇尔传奇等等 他是掩盒塑造了众多的优秀角色 没有爆火但也格外充实 翁红除了盲影视事业的工作外 也一直热衷于投身公益事业 早在他刚出道时 就已经开始自己的慈善公益之旅 当时他有位朋友 以他亚解冠军的身份 向新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孩子捐赠了一批物资 过了阵后 翁红就收到来自新疆的感谢信 收信人写的五花八门 有翁红奶奶 翁红叔叔 翁红爷爷 不易而足 其实那些孩子不知道翁红是谁 但那种易于言表的感激之情 还是让他非常感动 从此翁红一直致力于慈善工作 并且呼吁带动身边的人一同参与 他担任过历届亚解组织的慈善机构 人美清续的副会长 可惜因为拍摄风云片 名声损坏 丢掉了位置 虽然丢掉了职务 但也不妨碍他继续做公益事业 翁红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形容为过山车 有过高峰也坠入过低谷 跌宕起伏 但终在历经磨难后 苦尽甘来 这背后自然少不了丈夫的付出 身为形体师的他 将翁红的生活起居安排得井井有条 呵护备质 正是在丈夫的呵护下 已经54岁的翁红 却仍活得宛如少女 不仅皮肤白皙紧实 而且身体也纤细窈窈 几乎看不见酸老的痕迹 后来有记者在采访时问到翁红 你后悔过自己脱衣成为艳星吗 翁红坦然地说道 我从不后悔拍风月片 因为没有当年的拖 就没有如今的我 从曾经高知识分子出生的玉女 到后来的艳星 再到如今的人期 翁红的一生看起来十分的不堪 但又十分的精彩 因为他做到了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敢做的勇敢追求 或许曾经犯过错 但是后续的人生里也照样找回了合适的模样 现如今幸福的他也有资格淡然地面对自己的曾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